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提了美跟着peter一转 带大家看看线上链上 目前为止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有量那有一点 人气的项目 来看这项目是请从忙子开始 首先请大家推特 重要在discord在youtube 请大家订阅推特 请大家来follow我们youtube 蛮重要的我们youtube都有新的video出来 请大家来订阅youtube 打开小铃铛 所以youtube的更一件不是财务分析 也不是财务建议 最好之前就空着风险 我们大家来看看链上下的状况 看一下整个市场总体来讲 你看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 OK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个pays 今天在2400个亿 在bycd WizNFT这对500以上 那来到了Mutant Mutant这边来到389亿的 CloneX Doodles Dublicator MoonRunner MoonRunner现在掉到第9位 MoonRunner之前都是前瞻名的 那现在是Moonbird Moonbird目前为止价格还是很硬 还是在20个East左右 那再往下看 你看在Moon 这是Mility Mility之前跟他介绍过 这是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项目 这个涨49% 今天我不知道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 那你看这个Moonbird 还有其他项目 这边也都是涨5到10个percent 那这个项目的话 你看20前20的话 其实量都已经低超过100个East 100个East以下基本上就没什么交易 100个East以上 你看只有多少个才15个项目 超过100个East而已 整个市场相对还是比较冷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FT Go NFT Go的Sendement 目前为止 整个市场是21就更冷 比前两天还冷 但是你看Blue Chip Index 这两天是往上走 代表篮球比例的话 持续是往上走 我们带来看看目前链上的数据好了 ThePoPets今天是最多人交易 交易2800多个 我们带来看看这个项目 除了CloneX 还有Fairy Friends 甚至 Gody Hates 然后AlphaDog 这有几个有趣的项目 来看看这有趣的项目是在干嘛 第一个Fairy Friends 这个最早最早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Fairy Friends 他这个应该是命了好多天 你看他这个目前为止 现在Flow是0.029 那整个Token List将近是9% 那最早最早 其实我们有跟这个项目联络过 我最早也介绍过这个项目 那他们本身是第一时间 他们是很年轻的团队 而且他们就是会Document 把他们自己做NFT项目的部分 他把它记录下来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项目 你看他们这个时候 他们发了6,688个NFT 那他们是Free Mean目前整个量 有交易的126个亿 你看他Holder部分 整个Holder蛮多人都是Hold 但是我觉得是除了第一个 这个Community Based Holds外 其他应该都是 一些投资人或者是 一些投资人 我觉得下面都是一个投资人来Holder 那些他是Free Mean 所以他等于是Free Mean 往大市场上买 你看这Ferry Friends 我今天看到他们Twitter 然后就看到他们Twitter说 他们sold out 他其实花了一点时间才sold out 这最早的video里面 我介绍过这个项目 他们后面还蛮有趣的 他们是一个蛮创新 而且很年轻 就是两个小女生 弄的一个项目 你看这Ferry Friends Ferry Map Team Info Discord Ferry Map 你看他们这个Role Map 第一个命案之后要干什么 他们有Art 然后Random Dancing 然后We're very Lord for Auction 然后Brady 然后Release 他后面在第二部分 他们现在是有第一部分出来 sold out Tim的部分 Hey Private Dad 这两个都是女生 很年轻的小女生 然后Jeff Community 然后Choose 他们就四个人 你看Ferry Friends 他们这个最早最早 他们其实出来的时候 蛮有声势的 我觉得他们也是 做的还可以 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就是命完 我今天看到他们的Twitter sold out 你看他今天推的 就跟我们讲说sold out 24分钟之前 嘿嘿嘿 sold out 目前交易是在0.029 这就是以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项目 sold out 终于发了 sold out 另外大家看一个 God hates NFT 这个其实我们在NNYC的时候 看到有这个广告牌 广告牌是讲就讲他们 你看目前为止 他价格是0.054 listing 28% 这个蛮多list 这个炒作风蛮强的 0.055 0.054 挂还挂的蛮高的 挂0.01 甚至还挂69 这个项目有点讽刺跟反凤 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freemint 基本上是freemint freemint 你看他的holder bluechips 1%而已 73% hold一个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炒作 这个是djm play 你看算是他是freemint的话 还是蛮多人hold 5042 slash 我看有没有一些我们认识的朋友在那边 这个还是一个蛮有趣的搞笑的freemint的项目 你看他这个除了 他是搞笑 God hates NFT Ethereum is anti-America Don't eat me 有没有 他全部都是反凤的 Vatala is anti-crisis 你看他全部都是搞笑的 Anti-Meta mask 他这个就是反凤反战的这个逻辑 他这个有点像是美国 最早他们那个时候 嬉皮的时代 然后反战 他们等于把那个反战的这个文化用在反NFT 这纯粹是一个反凤跟搞笑 他交易还有到199亿 全部加起来交易量 来看一下他推的 他推的有16000多人 他们这个community在纽约 你看522个 这个protestors 就是大家出来抗议 free mint no roadmap discord just cease in line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那种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是一个NFT 你喜欢就买 不喜欢就拉倒 现在就是流行这种NFT 我就是阐述一种我喜欢的文化 那大家如果觉得我这个文化 你们接受反战 都反NFT这种讽刺文化 你们就会买 这也是现在流行的这个趋势 那你看他网站也蛮搞笑 你可以想象一个67岁的一个人 创造这个NFT的community吗 那这个community的OK Mr.Peters and the Scott Hayes nfts 522个 这个搞半天这个创作者是67岁的一个一个先生呢 他往后做government by doubts 那把所有做free nft 那他把这个叫做private community 就在discord里面 他应该是怎么样 good morning 他把这个东西说变成一个秘密 目前为止CC0 COO COO 是另外一个64岁 64岁的一个朋友 是叫做Robert 是他们的COO CTO呢 CTO是个YouTuber I met through the YouTube tutorial video 184个view 然后CMO 是个drug dealer 85岁的一个女士 是她的CMO The Scott Hayes nfts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搞笑的nft 但是后面所有都是60几岁的人来搞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 不管你几岁 我觉得不管你几岁 你想要做nft都可以做的 你看人家60几岁的这些大叔大妈大神 他们想要发nft都可以发 所以你都几岁其实不重要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AlphaDogs AlphaDogs 3400个 然后7.5个Roti 也是CC0 CC0 Staking Token 然后Genetic Breded 很多 然后有591个State 630 590 1个State 他还3400 591个State 你看他目前为止的价格 他从发出来CC0 0.012 像0.064 又涨了5倍 之前其实蛮多类似这样的项目 就是我发出来的时候 我直接把这个breeding system staking system Token 全部一起重新发出来 那有蛮多蛮多这样的项目 但做的好不好 其实也是看项目方 目前为止这个0.07 这个项目看起来 有点意思 你看mean的部分 它是free mean 你看holder bluechips 3个percent Greyfendi 56 然后limited Lisan 23 HCVOT 15 后面还是有一些 有趣的这些收藏家 还是有收藏家 收藏到50几个 看他的Twitter AlphaDog 你看 哇 这些1135个State 3400cc 还有breeding 一般像这个 他后面的团队是tag很强 你看 Welcome to myAlphaDog 他直接已经stake了 有人 AlphaDog就把它stake起来了 stake起来就是有币 他会给你币 然后可以breed 那另外 You can see this first puppy Hey myAlphaDog pack isstake readybreeding 这个人有超几只 可以哦 我觉得这个CyberCon 然后KaijuKing这个system里面 我有两只的话 我就可以stake stake我可以有币 有币之外 我可以生小狗 这感觉有点意思 应该17个小时之内 Yeah Second project of always training right now Top 5 I see tools AlphaDogs 你看AlphaDogs 这是24小时之内 这是Top 1 Wizards 然后possessed AlphaDogs 这个项目蛮有趣 那你看他目前为止是0.055 183个ease的交易量 我看一下他发出来 第一个是0.06 今天0.06 价格0.06 0.055 这边交易量好像有往上走的感觉 嗯哼 有点意思 这个项目感觉有点意思 你知道他网站 他网站也做得很干净 应该AlphaDogs 走 out 这个没有 Connect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the post-s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 这是我们6月底 是最关注的项目之一 他整个supply 你看有15%supply floor0.588 目前为止卖0.588 那你说他的mean的部分是0.35 0.58 0.35 0.35去mean 0.58 那你家还赚一倍啊 如果mean到的朋友应该都赚啊 其实还可以啊 你看他holder whochips是6个percent 他有98个percent的hold一个 这说比hold一个的比例非常高啊 然后很多很多个 你看32 32 20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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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他想看一下后面是holder 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可以 第一天出来就已经2600Eth了 现在很少项目有办法 第一天出来超过1000Eth 但虽然他能说比例不高 但是比例才11个percent而已 后面是谁 无聊火的第一 invisible friend 好 蛮有趣的 很少invisible friend community 出来support invisible friend 这次竟然是他们这个第二大的 第一大是无聊火的第二代 invisible friend 再来才是goblin 那你看他后面的这个整个交易的量 感觉这个地方似乎一个往下走的一个状况啊 他这一根三角形有没有办法撑住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三角形 如果你看这个柱状图的交易量 他这地方如果有办法撑住 感觉好一点是跌破这个交易的部分啊 他跌破这个地方往下走 去试探要试探什么地方 前一个低点是哪里 这也是大概是0.45了 这往下看能不能碰到0.45再往上走 再看看他会不会这个地方碰0.45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进场这个东西 我不接着意大家先猜去进场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等开图吧 开完图之后 看他后面的后视 这项目应该会有点意思哦 我们看一下他后面的这些 holder是谁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哦 OK Alexis 后辣妹holder 我们这个欧美老外辣妹holder Alexis 有兴趣大家先看 OK 这个 MrEpicFiles.E OK 这五条猴 这五条猴 这是五条猴的大佬 少一堆啊 这还是谁 Test Emper Lobbys Operation 深圳 是什么国内的朋友 这是 Michael 的Gelio Oh Day Trader OK 哦 可以无聊猴 这个Max 这个我们今天应该有见过 你看他有13000多号 Follower Max NFT Max Collector 这个我们已经有见过 它是无聊猴的 还有 Moon Birds 这有几只Moonbird Moonbird 还有这个Moon runner 你看 Moonbird 两个 然后还有CPG Club PUB Interesting 另外带大家来看一下Clone XAI Hey 我们刚看到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 这也是DGM Play 但是你看这个价格 我们在讲话同时间 现在0.019 因为早上的时候才0.001 你看0.019涨十几倍 这就是凌晨收发 这种东西DGM Play 现在就看你敢不敢拼 你要拼的时候就要拼在低点 你看min 没有它是min0.01 还不是freemin 0.01 但现在价格多少 0.015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利润 我们看到holder部分 你min0.01 那你现在是0.015 holder OK Bluetooth 2% 后一个的43 这个是非常非常低渐 完全是炒作 这个东西大家要小心 小心为命 这东西非常炒作 非常非常严重 你看 他Clone XAI 他稍微把AI的程式 让Clone X的图区跑了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上上0.02 如果你min0.01 0.02 这还有一倍的利润 目前为止 但他24小时有120个Ease 不算太多 但是好像还可以 但他篮球比例很低 就10个Percent而已 这大家去看看就好了 你看他从0 几乎是0.01 几乎是0 这边往上走 你们看到这个几乎是0 往上走 目前为止是0.02 他高位 他高位这个地方 0的话 高位这个地方可以到0.05 所以如果你买到0.01 到0.05 时间短时间可以赚5倍 但如果你赚不到5倍的地方 是会往下走往上走 再连轿线走 就看来他在什么发展 你看他目前市场上是0.02左右 那这边也是有不同的人 不选择投资人 OK RRR 这有一只猴子 James 这Clone X本身 那自己来买 Clone X AI 刚刚带大家看看市场上这个 我们是一般认知这些百倍NFT 就是所谓的链上这些数据给大家看看 让大家知道现在市场上到底是流行什么 如果你觉得我的 video带给你价值 请关注我们 那加入discord youtube订阅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